哈喽本期视频呢我来给大家分享几个券商 那这几个券商呢都是我经过多个券商综合分析对比 然后得出来的 那我给大家看一下我手机里现在有很多券商的APP 那么这些APP呢我都进行了一个开户综合的做了一下测试 以及这个分析 那我今天呢就简单跟你说一下 哪些券商对于我们内地人来说 使用起来更方便 以及呢他的费用方面对我们来说更划算 那么大家都知道啊 虽然说一些这个美国的券商平台呢 他是可以做到免用的 但是呢他对于我们中国人的使用习惯来说啊 不是太友好 使用上呢或多或少的都感觉不舒服 那么尤其是呢这些境外的券商啊 他的功能呢我觉得还是没有那么全面的 然后呢在使用上总觉得哪里缺点什么 其次的情况下呢就是他的网络呀不算是太好 因为毕竟呢他的服务器距离我们内地啊较远 所以使用起来呢网络环境就很差 就导致呢你经常要挂单上去挂不上去 或者是登录啊总是出现问题让你重视 这些问题呢都是我们在赚钱路上的绊脚石 所以我们要第一时间把这些技术问题给解决掉 对吧我相信大家最关心的一定就是 使用哪个APP看盘比较舒服 哪些APP啊用着呢功能比较全面 投资的种类呢又比较多 其次呢使用的综合成本是比较低的 我相信这些指标都是大家喜欢的对吧 那么我经过最后的这个分析啊得出啊有几个确实 还不错那其中呢我先说一下第一个就是长桥证券 那也是跟我有合作的 那么这个证券呢我使用下来的这个感受啊就是他的界面呢很简洁 然后的话呢他看盘的话也很舒服 其次的话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他能做到港美股终生免庸 那如果你想做到终生免庸的话 那有一个前提就是呢你入超过一万美金 折合人民币的话就是七万多不到啊 七万多块钱港币的话呢可能就是八万港币左右 然后你就可以啊获得一个终生免庸的一个特权 那么你拿到这个特权之后啊 你交易港美股啊你的手续费啊就低很多 因为正常大家交易都知道好几个费用 那最大头的基本上就是平台使用费 以及他的佣金了对不对 所以呢如果说佣金能给我们免掉 那简直是不要太爽 那么如果说你存不到一万美金 你能存一万港币进来 那也是可以免掉港股的终生免庸的啊 那港股终生免庸的话 对于一些专门炒港股的朋友们来说 也是非常不错的 很低的一个入金门槛 就能让你获得一个终生免庸的一个权利 我觉得非常的爽啊 大家呢可以通过我的这个邀请链接 去申请体验一下啊 60天的免庸的一个机会啊 就是港美股60天免庸 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 后期呢如果觉得体验非常不错 再去入金啊满足他的入金要求呢 你就可以获得终生免庸了 然后这个长桥证券呢 它是新加坡的一个证券公司 在香港的也有公司 所以呢 它的APP呢 在我们内地使用是非常流畅的 它其实主要做的这个市场的话 也是华人市场 所以的话 它的APP使用起来 也是更接近华人的这个需求的 那么其次的情况下 就是我今天要讲的第二个平台 就是富途 当然不是香港的这个富途啊 我今天介绍给大家的是新加坡的富途 那么新加坡的富途跟香港的富途 有什么区别呢 以及还有富途美国 对吧 它在海外的话叫momo 那么有什么区别呢 跟我们常使用的这个香港富途呢 区别就在于香港富途啊 它是港美股都收佣金的 但是呢 新加坡的富途 我们内地人注册新加坡的富途的话 它是可以免掉美股的佣金的 这里呢 有一个点 大家需要注意一下 那么我们去申请富途momo新加坡的时候呢 它会让你选择你的现在的身份 对吧 那我们该选择什么呢 我们要想实现港股免佣 肯定要选择居住在新加坡的外国人 那就是这个选项 就是给我们准备的 那这个选项的话 你可以提供新加坡的地址证明 那只要你提供了新加坡的地址证明呢 你开出来的这个账户呢 也就是完全美股免佣的一个账户 那有人说了 在选择的时候 可以选择其他地区 但是我告诉大家 通过选择其他地区 开出来的账户 速度呢 是非常快 但是呢 它不是美股免佣的账户 我这里呢 给大家看两张图片 这个两个图片呢 就是分别 选择了不同选项之后的一个结果 那在我左手边的这个呢 就是免佣的 美股免佣的 这个新加坡的富途账户 在我右手边这个呢 就是没有免佣的 新加坡的富途账户 那区别就是在于 你注册富途新加坡的时候 身份选择这里 一个是选择了居住在 新加坡的外国人 一个是选择了其他地区 所以很多人我看 分享了给大家支招 就是选择其他地区 审核会快一点 是挺快的 但是不免佣 对于我们来说 这个申请有啥用呢 那你还不如直接使用富途HK呢 对不对 所以我们大家又想实现 富途的美股免佣 是必须要选择 居住在新加坡的外国人的 其实它不管你居住居住 你即使不在 但是你只要能提供地址证明 就OK了 好那新加坡momo呢 主要是美股免佣 这个特权是终生免佣 那么你开的新加坡momo 它的港股的这个佣金 是跟这个香港富途是一样的 都是万分之三 然后呢新加坡的股市呢 它是给你一年的免佣 这个期限 那美股的话是终生免佣 所以呢大家在注册 新加坡momo的时候 一定要选择居住在 新加坡的外国人这个选项 才可以实现美股免佣 好那接下来呢 我给大家说一下 第三个这个免佣的平台 就是盈利证券 香港的盈利证券呢 它是注册了之后 就可以实现这个美股免佣的 但是呢 它的这个平台使用费 会稍微比别的要高一点 比如说它要比这个长桥 要比富途momo新加坡都要高一些 至少每笔订单高了将近一块钱 一美金的一个费用 所以呢 对于我们来说 使用起来其实就不太划算了 因为它虽然说这个美股的佣金免了 但是呢 对吧 它的这个手续费要比其他人高 但是如果你交易多的情况下 其实呢 它也还好 这个呢 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所以这三个证券公司啊 是我给大家总结的 最好用 并且呢 手续费上最低的 好了 那如果你还有什么不懂的 可以欢迎加入到我的电报群里边 我们大家一起交流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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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